远离高血压 1.别吃太咸 70%-90%高血压患者盐 摄入量超过每至6克 因为食盐中的钠离子能使血压升高 所以日常饮食中 一定要控制食盐的摄入量 也要少吃烟剧品 熟咸菜等 02.睡眠充足 美国的健康营养调查发现 年龄在32-59岁 睡眠每晚5小时 高血压的患病率为24% 而睡眠在7-8小时仅为12% 所以少摇曳 保持充足的睡眠 对预防高血压是有帮助的 3.一定要解烟 有研究表明 起义之烟后吸率每分钟增加5-20次每分 收缩压增加12-57 所以 无高血压的人解烟 可预防了高血压的发生 有高血压的人更应接烟 与此 常喝绿茶 绿茶中含有茶多分 有较强的抗氧自由基 靠动脉周样硬化作用 多饮绿茶 可以提到软化血管 预防保健的作用 降血压 这么做 远离高血脂 目前 国内一般诊断高血脂症的标准为 成年人共浮血清 从胆固醇超过5.72毫无2毫 争 干由酸醇超过1.70毫无2毫 将总胆固醇在52-57毫无2毫 L者称为边缘性升高,活人血脂肝育的参考标准,大脉MGDL01,每天锻炼,饮食控制固然重要,但是最重要的是保证肝脏功能正常,因为人体80%的胆固醇,都是由肝脏合成的,每天保证一定量的运动,预防高血脂,降低血脂的效果最有有效。 L02,蒸炖再起油炸,多排用蒸,煮,炖,穿,拌等少油的烹调方法,尽量不用油炸,油煎的烹调方法,或者也可以换成平底锅炒菜,因为常用的原底锅加油很容易过量,当然,高油脂的食物也得少吃,偶尔吃两口没问题,天天吃身体再好都吃不香。 L03,不喝酒,少喝酒,想要不得高血脂,还是尽量不喝酒,少喝酒,因为酒精的最大危害是损害肝脏,饮酒能够引起高密度脂蛋白板固醇和血清三鲜肝油省高,而且酒中含有的乙醇会影响肝肾代谢。 临此,吃点燕麦粥,国外有科学研究发现,每天早餐只吃一碗燕麦粥,持续八星期就可使人体血液中快板固醇浓度降低10%,降血脂,正不错,远离高血糖。 目前,常用的诊断糖尿病的标准是,正常人的空腹血糖浓度为3.96亿毫摩尔生,若超越7.0毫摩尔生称为高血糖,二次重复测定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.0毫摩尔生,可确诊为糖尿病。 因为糖化血红蛋半,反应2-3颗月内的平均血糖水平,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.5%,也能够确诊为糖尿病。 一,少吃加工肉制品,每周吃5次以上火腿或香肠,糖尿病危险会增加43%,最魁祸首是加工肉时中的添加剂。 二,控制好体重,哪怕你非常肥胖,而且不锻炼,但只要体重减轻5%,坏糖尿病的危险,就会降低70%。 三,少吃快餐,美国研究发现,每周吃快餐两次以上,身体器官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低倍。 四,每天走路35分钟,芬兰研究发现,走路可让体内一道素,得到最大效果利用。 每周走路4小时,每天35分钟,科室糖尿病危险,降低80%,除了跑步,打半个小时球,踢自10分钟镜子,都可以得到锻炼的效果。 像血糖,这么做,国际上下高尿酸血症的斩断定义为,远离高尿酸正常漂亮饮食状态下,非同日二次空腹血尿酸水01,少吃海鲜和内脏瓶,男性大于420微摩尔美胜微摩尔生,女性大于360微摩尔美胜,01,少吃海鲜和内脏。 内脏嫩食物中的漂亮含量,普遍高于其他食品,鱼虾蟹分类食品含量也较高,肉和肉制品次质,血液和糖类等最低,吃海鲜的时候,就更不能喝啤酒了。 02,少喝糖饮料 除了漂亮,高糖的饮料,甜点也会引起痛风,尤其是高果汤食品,因为血液中的果糖含量上升,会导致血尿酸和尿液中的尿酸含量迅速增加。 03,每天喝够水 要多喝水,这样能促进能量酸排性,普通人每天应保持饮水至少1000毫升以上。 不但要日间喝水,晚上睡前也要喝一杯水,避免夜间尿液浓缩,临死。 别猛吃粗粮,粗粮虽好,但也不能猛吃。 除了常见的海鲜,动物内饭,肉汤外,很多粗粮中的酵粮含量也不低,比如粗粮,如玉米,荞麦,成麦片等,拿它们搭配大米汁就很好,没必要猛吃,酵粮酸,正不错,安全平稳降至高的方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